现在我来示范游龙回春弓 第一个动作叫做松进弓 松进弓的意思是让你心情放松 放安静 松进弓主要从头到脚 像一个身体像一根直棍 前胸后仰 前胸后仰的摆腹不要太大 免得摔倒 这个手是跟着肩膀带动前后 手不要自己主动 我们每个动作都做20遍 现在做的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叫做回春弓 回春弓的动作主要就是扭肩膀跟腰部 那先右肩到前面来升高 左肩膀自然降低 然后左肩膀扭到前面来升高 右肩膀扭到后面去降低 不断循环 这个动作做20遍 主要是扭动你的扭动的时候肌肉可以按摩肾脏 即内脏 现在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 叫做游龙弓 游龙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的人体当作一条龙 扭来扭去 因为龙是会扭的 那我们首先双手合掌向左上边举上去 经过头顶到头的右边 从右下颗绕下来到胸部到大腿 这个时候需要弯腰 右掌在前面 到了大腿的右侧 然后经过右侧 经过右侧到七下之后 要 双手反手 左手在前 到了 左侧的 下部 再反手 右手在前 拉回来 向上 到了大腿之后 再向左 然后 双手向上举 同时 脚尖 点起来 脚跟 着地的时候 双手 到胸前 然后再 循环 第二个动作 第二遍 我们一共做 二十遍 这个动作主要的目的是 扭摇 还有 运动你的膝关节 同时呢 有按摩 内脏 现在我们做第四个动作 叫做 幽龙 天阳宫 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心 手掌心的 劳宫穴 来 吸 天上的阳气 那个 我们先转 二十遍 然后 反方向再转 二十遍 这个 劳宫穴 就在我们 手掌 横纹 跟十字 母 中字 之间的 一条直线 交叉的点 叫做 劳宫穴 第五个动作 叫做 幽龙 地阴宫 我们用手掌 吸 地上的阴气 我们不光是吸 天上的阳气 地上的阴气 也需要吸 因为我们人体 需要 营养平衡 这个动作的要领 就是 两手的手掌 在腰前 向前推出的同时 要呼气 然后双手 伸直之后 向右 摆 向右 慢慢地摆动到 正右方的时候 换吸气 然后手 到后边 再从后边 拉到腰前面 吸气完毕 该呼气 这个 手的动作 是这样做 那两个脚的动作 很重要 当你向前 手向前推 呼气的时候 你的左腿要攻 右腿要伸直 然后 二十遍之后 反方向 反方向的时候 动作是一样的 双手 从腰前 伸出去之后 向左 拉 拉到正左边的时候 换吸气 然后 再从 左后边 转到腰前面的时候 再换呼气 这个动作 也是 要做 二十遍 但leş 再等到 这支 arc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身呼吸大家都会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 要利用身呼吸来练吐纳 这动作就是要把手尽量的扩张开 吸保肺部 然后把手和拢压到小肚子上 反复动作做二十遍 我们吐纳的意思就是 当你吐气的时候 不要完全吐出来 所以吐气就是呼气 不要完全呼出来 你一部分要吞进去 从哪里吞进去呢 你不会的话 你可以从食道里面吞进去 因为我们食道跟气管 开口时都开口于眼后 你心想事成 你只要啃勤练 要有信心 你一定可以做到 当你气 吸 气海 吸满了以后 它会自动的 气会自动的在你十二经脉 跟七经脉运行 这个时候 你的 精气神会很旺盛 精气神旺盛 身体就会健康 希望大家都健康 最后一个动作是 搓手运动 搓手的目的是要把手搓热 来按摩 面部 颈部 耳朵 跟四肢 目的是在 滋润 皮肤 加速血液循环 加速排毒作用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继续 雷 2 2 2 3 2 2 2 3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